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可能像我这样瘦的人 也会有脂肪肛 我不知道 我没有检查过 是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 探讨这个脂肪肛 不要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 不重视这个问题 那其实它对你的身体 带来许多危害的 那么立刻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大主题 一提到脂肪肛 人们就会想起肥胖人士 以为这种疾病只有他们才会患上 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脂肪肝的发病不再局限于肥胖人士 据临床表现 许多脂肪肝的患者身材不错 而且非常苗条瘦小 被称之为患上瘦型脂肪肝 这证明了脂肪肝并不是肥胖人士的专利 身材不错偏瘦的人也需多加小心预防 究竟患上瘦型脂肪肝疾病的因素是什么呢 而这个疾病又应该如何治疗和预防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让专家为您解答 一起活得更健康 愿力疾病 没错啦 这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迷思 就以为说脂肪肝是属于肥胖的人 但是偏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 所以今天活力加油站就请来了 营养师萧莹姿 GG老师 跟我们解释一下 其实到底什么是脂肪肝呢 其实脂肪肝的不名思维就是油包肝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肝站 给过多的这个油脂包裹着了 所以就会有这个脂肪肝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肝 如果是有少量的这个脂肪 是属于正常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脂肪 它占这个我们的肝的总体积 超过五个百分之后来说的话呢 就是换上这个脂肪肝了的 它是属于算一个比较 算是良性的这个肝脏疾病 那这脂肪肝它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基本上脂肪肝呢 是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就是因为喝酒 长期酗酒所导致成的 是 就是酒精伤肝嘛 对 酒精伤肝 可是为什么酒精它会就是破 怎么说会影响会有这个脂肪肝呢 因为如果我们长期喝酒 酒精呢它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肝脏的细胞 它会受损 它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的那一个脂肪酸的代谢呢 就会有障碍 然后呢就会导致到过多的这个油脂 浓积在我们的这个肝脏 就形成脂肪肝 那这个是酒精啦 对 那其实非酒精的话又是怎样呢 非酒精主要就是因为肥胖的问题 再来呢就是饮食不均衡 打一个比方说 现在大部分的人的饮食结构呢 其实都不正确的 就是淀粉质脂肪摄取就会比较大量 但是蛋白质就摄取不足够 所以就会有影响到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所以从这里看起来呢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呢 就是蛋白质摄取不足 所以其实摄取这个蛋白质呢 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非常重要的 所以蛋白质不足的话 就导致这个脂肪肝的这个增加 那老师说肥胖 有一些人的肥胖是属于遗传的因素 那是不是说肥胖人就一定有脂肪肝 大部分肥胖的人是有脂肪肝 但是不能说是肥胖一定会有脂肪肝的 是 这个也是取决于他的热肠的这个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 还有他的代谢能力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身材比较瘦小的人 可能他就患上了这个脂肪肝 是的 那主要原因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就是酒精和非酒精 他一定是会酒精吧 因为他没有肥胖没有什么 其实如果是 糖尿病呢 对 如果是瘦型的人 瘦的人他们患有糖尿病 但当然就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因为好像如果我们身体长期属于 这个高血糖 然后我们的胰岛素分泌不足 就会变成我们全身的代谢 就会失调 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血脂方面的代谢 就会有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老师我看到肌育减重 他也可能会造成脂肪肝 我已经不吃东西没有给他油了 因为如果我们肌育减重就是我们俗称的结石 所以我们没有足够的热量 我们身体没有足够的热量 就是说我们没有提供细胞足够的这个葡萄糖 那我们的身体他是很聪明的 他就会从其他的部位调动蛋白质 调动这个脂肪来转换成产生能量 所以在这个转换的过程 就会有很大量的脂肪酸 进到我们的肝里面去 再加上因为我们长期结实 所以就会让到我们身体需要转换的那个酶 我们叫做氧化酶不足够 所以就变成那个脂肪 它就会短积在我们的肝脏 滞留在那一边 这个短的是弄巧反作了 本来是要管理体重的 但是反而让自己增加了这个脂肪肝 老师 我也听说有些人可能会用一些药物 如果吃了一些药物 可能也会造成脂肪肝对不对 有一些某一些药物的确会的 比如说还像服用长期的抗生素 血压高的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讲的女性荷尔蒙 雌激素 心律不整的这些药 其实都会导致成 它也就是肋固醇 西型肝炎 就是这个人曾经患过西型肝炎 还是他正在患了之后 其实西型肝炎就是 它会导致到它的这个细胞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脂肪会产生病变 就是产生变性在我们的肝炎 所以他在患着这个西型肝炎 就是他本身是这个病患者来讲的话 他患上这个脂肪肝的风险也会比较的高 因为它的三酸罐油脂会过多的 沦积在我们的肝炎 那对于体型偏瘦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有脂肪肝呢 其实如果体型偏瘦的人 一般上如果他突然间在短期里面 他的那一个体重增加 药位增加 然后还有就是半有腹部的肥胖的话呢 其实就会有这个脂肪肝的可能性了 所以可以大概这么理解 可能就是说身形偏瘦的人 他吃了药物 所以短时间内呢 他就是体重增加那一种 主要这个是从我们的饮食 还是饮食暴饮暴食 对 暴饮暴食 特别是淀粉 就是淀粉质的摄取过量的 但是蛋白质又摄取不足够 然后那些油脂 像胆固醇高含量的食物都吃比较多 就会造成素性的人都会有脂肪肝 我看到就是这个瘦小的人 如果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十的人可能有直接患上这个脂肪肝 其实发现率是蛮高的 的确 而且其实素性脂肪肝会相对的比较危险 因为本身不懂嘛 如果是肥胖的话 你可能还想可能怕有脂肪肝 但是瘦小的人他们不会觉得 我有脂肪肝 他们不会有想到 所以就造成其实更加危险 他们忽略掉了 然后刚刚Gi老师有提到的 就是胆固醇摄取嘛 是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瘦小的人 他比较喜欢吃一些肥腻的这些食物 对不对 高胆固醇的食物 因为有些人问说 你这么瘦其实无所谓 就吃多一点 好像我有股肝 对对 但是吃了你在身形上 你没有长胖 但是其实脂肪 你的脂肪肝 脂肪代谢 我们不懂 虽然是有本钱吃 可是也要运动啊 对 如果运动量不足的话呢 也是会导致这个脂肪肝 是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就是说比方说遗传嘛 就是瘦的人如果是遗传的话 是不是说在脂肪肝那边有 有什么风险啊 还是遗传的因素 因为如果是瘦型脂肪肝 我们讲有一部分是因为遗传的因素 是因为根据研究 所以瘦型的人 就是比较瘦小的人 他们身体的一个叫做生长因子 叫FGF19的 这一个生长因子呢 它是比较多的 简单说 因为这一个瘦的人 他有这个生长因子 所以就变成他对这些能量的代谢 会比较好 所以他吃多少 他都不会肥胖 但是他对那个脂肪 就是那脂肪短期在我们的肝脏 那个部分 就没有受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虽然他是可以消耗掉那些能量 但是脂肪一样是短期在他的肝脏 说真的我相信很多瘦的人不知道了 对 的确不知道 因为他们觉得我新陈代谢好啊 我就是可以吃啊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脂肪肝 到底有多少啊 对 是不知道 除非你得去做检查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检查的部分 可以 但是我很想知道的就是 比如说真的一个人 有患上了这个脂肪肝 过多 那么其实过多的话 越来越严重 有没有造成什么危害呢 OK 脂肪肝的话 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油爆肝 就是好像有一层油爆着我们的肝 我们的肝呢 其实是有超过五百多种的功能 包括我们合成我们的荷尔蒙啊 排毒啊 代谢这些功能 所以如果是有一层油 包括着我们的肝 我们的肝的细胞 它的那个功能就会衰退 就会减少 所以就会慢慢的 这个肝的功能减少 就会变成那个细胞 它会慢慢的发炎 然后会坏死掉 主要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那个营养啊 血液供应去这边的细胞 所以它会形成脂肪肝炎 如果我们没有去理会它 就好像我们受伤了 我们会治愈 对 然后它会自己修复会产生疤痕 在我们的肝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它一直受伤 一直修复 一直修复 它也是会产生疤痕 但很多的疤痕 包括着我们的肝的时候 就会变成肝硬化 然后再加上一些外在的 一些致癌的因素 就会形成肝癌了 当然不是说换了脂肪肝 一定会患上肝癌 因为其实脂肪肝 甚至到肝炎 它是可以逆转成健康的肝 主要就是我们要早期发现 然后去调整是可以的 当然从一个脂肪肝去到肝癌 这个阶段不是短期的 是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有很足够的时间 去调整 所以不是说就几个月 你就可以痊愈的 那么其实真的是要十年 二十年 在你的生活习惯上 或者在你的饮食习惯上 真的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说我们从脂肪 如果我们知道有脂肪肝 我们不调整的话 其实有十到二十年的这个时间 它会变成肝癌的 所以我们还有很重逐时间 如果我们早期知道有脂肪肝 那我们赶快去调整 就不要给它发炎 不要形成这个肝硬化 甚至跑到肝癌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就是 我们可以从这个不健康的肝 一转成变健康的肝 就是要提早有这个形式 那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 大量的摄取那个脂肪 比如说是动物性的脂肪 那假如我要避免脂肪肝的话 我就选择吃素 吃素的话是不是说明 有这一方面的那个危险 吃素的话也在乎你怎么吃 如果是我们长期吃 一些加工的食品 或者摘蚝 摘料这一些 因为它在加工的过程 有放有很多添加剂 那添加剂都对肝固化 除此之外有很多的油脂 是 OK 还有就是吃素的朋友 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饮食结构的部分 因为蛋白质可能就是摄取不足够 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摄取不足够 也会有让到脂肪肝形成 因为那个脂肪的运输过程 其实就会比较不好了 所以就很多脂肪 会短期在我们的肝 当然还有就是过量的主食摄取 就是碳水化合物 因为吃素的人 除了就是吃我们吃饭 吃面 吃面包之外 很多时候在他们的餐桌上 也有一些我们讲的 淀粉质的蔬菜 像南瓜 番薯这一些 其实他们的这个淀粉质 就是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高 所以他又吃饭 又吃面 然后又吃这个金瓜 然后番薯 山药这一些 它变成了它的碳水化 摄取过多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吃素的人 其实也会患上脂肪肝的 是的 那老师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吃比如说吃早点的时候 我来喝茶 我们觉得说喝茶可以消脂 是 是 这样子的话 可以减少我的那个风险吗 其实还 只要说是有限的 其实如果是你要去减少 患上脂肪肝的风险 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 要均衡 没有说就是从我吃了这个东西 我要用另外一个东西去折磨掉它 其实是没有这么容易 因为不是说有些人会吃什么燕麦 对啊 股粮这些有帮助 可以帮助吗 其实燕麦 股粮这一些呢 它打一个比方说 燕麦它会帮我们降低胆固醇 我相信这个证据每个人都认同 但是如果是你拼命地吃燕麦 为了降低胆固醇 但是你会慢慢发觉到 胆固醇你是有降下来 但是你的山酸甘油脂 同个时间就上升了 为什么呢 因为量次过多了 是 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是要说 就是吃东西适量就可以了 对了 而不是它好呢 你就拼命地吃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帮助我们的这个肝脏排毒的水果 到底有什么呢 帮助肝脏排毒的水果 荔枝 荔枝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维生素 脂肪 磷 及铁等有益成分 可以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 中医学方面认为 荔枝胃肝性温 有滋补肝脏 补中益气的效用 这是因为荔枝内含有的 葡萄糖及蔗糖 极易被肝脏所吸收 可以促进肝脏代谢功效 有效排毒 肝脏不好的人可以吃些荔枝来保护肝脏 促进肝脏排毒 但不宜多食 容易上火会导致流鼻血或引起牙痛 葡萄 葡萄是夏季非常常见的水果 酸甜可口的味道令它成为人气水果之一 葡萄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粗纤维 维生素 及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而其中内含的聚合本分 可以与病毒的细菌中的蛋白质相互结合 使之失去传染疾病的能力 减轻肝脏的负担 促进肝脏再生修复的能力 尤其是对肝炎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 均有良好的杀菌功能 此外 葡萄含有的类黄酮 更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 能有效清除体内自由基 延缓衰老 柑橘味道鲜美多汁 而且富含许多营养 深受人们喜爱 柑橘内含着大量的类黄酮 类胡萝卜素 肝油 糖脂质等多种味量元素 对人体的健康非常有益 根据医学研究上发现 柑橘里含有的类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可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 对保护肝脏有益 而类胡萝卜素在人体血液中浓度越高 肝功能就越正常 患上动漫硬化的几率就越低 此外 柑橘果肉有着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帮助肝脏解毒 修复肝脏受损的细胞 促进肝脏正常代谢 好 欢迎回到火力交战 那刚才我们大概都了解了 什么是脂肪肝 还有脂肪肝对人体的危害有哪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依然会跟嘉宾一起探讨的 就是说那个脂肪肝形成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症状 还有哪一些人需要特别的留意 以及一些预防的方法 所以现场依然有GD老师 老师你好 好 大家好 老师 那我们说瘦的人特别不容易说 留意到自己是有脂肪肝 是不是说一定要等到 他有一些症状的出现了之后呢 他才会去检查 其实如果等到有症状出现的话是很后期了的 因为一般上脂肪肝你是没有任何的直接或明显的症状的 所以要时常去做这个检查才懂的 我们建议是一年你要做一次的这个检查 这样来到就是可能后期真的是症状出现了 一般上有什么症状呢 就是会觉得想要呕 就是恶心 然后没有什么胃口 OK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肝区 就是上腹部这边会有阴影作痛 再来就是会时常觉得很累 没有力这样子 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 他的肝已经是被症状化了 开始在发 还没 就是发炎了 就是我们肝在发炎了 就是功能大概剩多少的百分比 他的肝的功能还是很好的 只是他的肝开始发炎了 就是刚才提到的脂肪肝炎 亮红灯了 对 亮红灯了 那很想问 因为你越讲越害怕这样对不对 那么到底哪一个的这个高位人群 就比较容易换上这个脂肪肝了 OK 首先就是如果你爱吃甜食的话 还有就是吃那种高脂 就是高油腻煎炸的东西就得要小心了 再来就是如果你减肥用错方法 像刚才提到的过度结石 也是会换上这个脂肪肝的 如果像你少运动 或者就是你的这个有酗酒 对 有酗酒的习惯 过量浮料 或者是你本身是肥胖的 都需要去注意这一块 所以可能这一些的高位人群 可能就是真的是要听取我们老师的建议 每一年就要去做一下这个小检查 对不对 对 这样有哪一些检查是我们可以 检查到这个脂肪肝 一般上我们会建议可以做这个腹部的超声波 因为这个是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诊断的方法 看得到的 对 这个叫做赵宝宝的那种对不对 它是有95%的这个准确度在那一边 因为很像一般上如果你在外面做这个超声波 也是一百到两百多块之内的这个费用 老师是建议每一年都要做这个超声波吗 因为一般上我们做那个全身检查的时候 我们只是做验血报告嘛 其实如果验血的话不能归纳为全身检查 它只是我们的功能就是功能性的检查 那么根据WHO的这个建议呢 我们全身检查是包括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真相 包括我们心跳体重这一些 还有就是功能性的检查 就是验血验尿看我们的器官功能好不好 那还有第三个部分就是结构性的检查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超声波 它需要就是照来就是了解 我们每个器官的结构 到底健不健康就是通过这一个 所以如果通过这个超声波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有关的这肝脏 其实它的那个脂肪包围它多多少的是吧 多厚 当然还有就是通过这个CT scan也是能够 但是它的费用就很高昂 就一般上我们都不会用到这个方法 还有就是MRI就是磁合公证也是可以 当然如果是我们从验血 刚才有提到验血验尿 就是从验血检查 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你的血脂检查 三酸肝油脂 Triglycerin高的话 那么你有很大的可能性会有这个脂肪肝 还有就是如果你磁血出来 你的肝功能那边有益差 那么其实还是会建议你再进一步的检查 做这个Abdominal Ultra Cell 因为刚才有提到的肝功能检查 跟这个血脂的检查 它是作为脂肪肝的一个辅助检查这样子 所以如果是从那个验血报告那边 指数是正常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去做超声波 还是鼓励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 还是一年一次 就是你要去做一次会比较的好 当然如果你的指数那些高的话 还是得要去每一年做 是 那看起来呢 很多种不同的这个选择 有关的这个检查 那么其实这个好奇性 其实那个费用 其实哪一个是最联谊的 就是超声波又最容易对不对 它的性价比很高 是不是 因为现在呢 有很多这个诊疗所呢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的 那所以其实就是很容易嘛 就是做一个检查对不对 如果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这种高位人群 真的是要去做一下 刚才老师分享的都是一些 非侵入性的检查嘛是不是 是不是还有侵入性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一般上我们都不会去做到 这一个就是肝活体的这个检查 就是Livial Biopsy 这个是作为脂肪肝的一个 我们讲的黄金标准 但是这个它是侵入性的 因为它是刺穿我们的肝 拿那个细胞去检验去看 我们的这个肝细胞的这个 我们讲的病变 是 这个准确度是最高的 其实这个是最好的 但是它可能创伤度也高 基本上也没有 因为是用开刀吧 就是它会有一个超声 就是一样它会超声波 然后医生就是刺穿 但是那个创伤是可以 治愈的修复的 什么情况之下 医生会建议用这种 这个是要参医生的这个建议 可能需要询问医生 可能很严重去到这个肝脏硬化 或者有癌细胞的 可能要就是 就是准确性 要确定它是否是真的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 如果是说只是脂肪肝的预防检测的话 超声波其实很足够了 了解 那对于有脂肪肝的人呢 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 脂肪肝目前其实是没有特定的药物 是可以治疗的 主要就是我们会根据它的 形成脂肪肝背后的因素 比如说如果它因为喝酒 導致到有脂肪肝的话 那么就需要戒酒 那如果它肥胖的话就需要减肥 就是它的后面的因素是些什么 我们针对那个因素去遭受 好恐怖喔 这么严重 然后又没有这个吃药的方法 对不对 那只可以预防 但如果说糖尿病的人 要吃糖尿病的药 但是如果我要减少这个风险 我又不能吃太多的药 有点两难 对 这个是要看你的这一个情况 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会根据 一个人的情形 然后我们再针对性的去 你需要怎么调理 可能饮食 可能药物方面就需要 医生的那一边的着手 它一定会依照你的个人的剂量 然后配药 对 还有就是你的生活习惯 我们都会根据 好像我们的这个客户 他的那个报告是怎么样 我们再针对讯息调理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人而异 也要对症下药 对 那每个人也不一样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说预防的话 其实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呢 其实如果是有肥胖的问题呢 最重要就是要减重 如果是好像根据这一个 我们的体重啦 如果是好像你比较属于 肥胖又有怎样讲呢 就是根据这个3到5%的这个标准 去把你的体重减低 那么其实就可以很好的 有那个改善的作用了 但是如果你有脂肪肝炎 就是你的肝开始发炎的话 根据美国肝胀协会的建议呢 就是你至少要减重一个 10%以上 那你就可以改善这个发炎的现象 老师 如果这样看来 可以这么说 一般上肥胖过重的人啊 真的是比较严重的 那身体都会有发炎的症状呢 OK 是的 是 是的 会的 所以就一定要减重 那减重的发炎呢 其实除了就是对你 其他身体的部分之外 那个肝脏 其实也是会有一定的那个改善的 会的 那减重呢 除了饮食方面 其实运动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多一点活动嘛 就是你要活就要动 对 所以那个运动 方面要怎么样 就是它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吧 对 因为好像运动 我们都会建议 就是可以做有氧的运动 或者就是你做一些 阻抗的运动之类的 然后呢 因为运动它可以提高 我们身体的这个 胰岛素的敏感度 就是细胞对胰岛素的那个敏感性 所以就可以改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 当然如果是我们适量的 做适合的运动的话 它也是可以降低 我们身体的这个氧化压力 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来的 就是我们的氧化压力 如果怕氧化 是不是说我们吃多一点抗氧化的食物呢 也是有帮助 也是有帮助的 因为好像如果讲到那个肝发炎的部分 你吃这个抗氧化的食材 像蔬菜水果这些都会有帮助 可以建议一些抗氧化的食物 抗氧化的包括一些细胞 细胞 对 我本身我是很鼓励吃细胞的 但是分量也是要拿捏 吃新鲜的好 它有糖分不是吗 是 所以一般上细胞来讲 好像如果不细胞的话 通常我们真的买一盒 对 一半 一半就是等于一份 一天我们可以吃一到两份的水果 所以细胞的话 好像一盒 细胞的一半 就是一份的水果 我可以每一天吃吗 你可以每天吃 但是我会建议你吃不同的水果 所以我今天吃了这个一份的 我就不能吃其他的了 可以 你可以吃一到两份 那你还可以吃草莓 你可以吃苹果 葡萄 是 OK 那么这个原来就是 如果一些抗氧很好的 这些水果或食物 蔬菜的话 其实也是很鼓励的 对 那么除了这些抗氧化的这些食材 在饮食上还有什么 应该要怎样注意呢 就是我们的热量的社区 一定要好好的控制 不然就会肥胖 那我会建议 如果好像我们不怎么会有活动的人 比较少运动 轻度活动的人 就是每公斤要摄取30卡路里 打一个比方说 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 就60乘30 就1800的卡路里 这是轻度活动的 那么如果是肥胖的 需要减重的朋友的话 就每公斤20到25的卡路里的摄取 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计算一下 这个是一个general 大蔡老师有提到说蛋白质很重要 因为蛋白质不足的话 会提高这个脂肪感 所以蛋白质要怎么去摄取呢 也是根据我们的体重 每公斤是建议1到1.5克的这个蛋白质 就乘我们的公斤就可以了 像刚才我们是说60公斤 60公斤你乘1克 就是60克的这个蛋白质 那很像我们吃一粒鸡蛋 大概是有6克 包括蛋黄吗 6克 就整粒鸡蛋 那如果我们喝牛奶 大概是有7克 如果是一片的肉 我们所长新大小的肉 大概有21克的这个蛋白质 老师好奇心了 有些人就说因为吃整颗的鸡蛋 那个蛋黄胆固出来是什么 如果有脂肪肝的人 见不建议吃那个蛋黄 不建议 我会建议如果很像你吃一粒蛋的话 一天你不要超过两颗的蛋黄 就是不管大人或者是小孩嘛 这个标准成年人 对 如果是小孩的话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吃多少都不用吃 小孩子长肉 要高大的话就可以吃 我们一般上海是建议如果是鸡蛋 不管成人也好 或者小孩也好 我们一般都是会建议两颗 其实就很好 就是两颗蛋黄 一餐还是一天 如果是你吃蛋白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老师那说到牛奶 我们成人就不是有分脱脂牛奶 还是比较低脂的 你会建议怎么样的 看我们身体的需求 基本上我会喝这个food cream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需要里面的营养 还像一些我们讲的脂溶性的影响 维他命A 维他命D 这些都需要有脂肪下 我们才很好的吸收 那如果是你喝脱脂牛奶 不是说不好 但是它里面的维他命A跟D 那些可能你就没有那么的好 是 那么看起来在这个饮食管理上 真的是要注意一下 那待会我们自己老师呢 也会呢 就是叫我们做一道料理 其实这个在均匀上是非常好的 那么其实我们有说到 保护我们的肝嘛 对不对 我们也立刻来看一下 补肝护肝的一些中药有哪些 补肝护肝的中药 当归 当归是传统药物中最常用的一种 它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 缓解子宫平滑肌静卵的作用 此外当归的有效成分中 含有丰富的多糖 维生素类物质 有保护肝脏 防止肝糖源降低 促进红细胞生成等作用 另外当归能有效促进肝胆盐排除 避免肝细胞损害 同时健庇入心润肺 提高身体免疫力 黄芪 黄芪享有男人身的美誉 在中医学方面 黄芪不仅可以提高肝细胞的免疫力 加速肝脏排毒 其次还能修复受损肝细胞 预防肝硬化 以及肝癌的发生 黄芪中有大量矿物质 淀粉酶 糖类 以及核黄素 另外也含有人体所需要的 氨基酸和锡元素 具有防癌抗癌效果 减少肝炎发病几率 因此 黄芪适合肝硬化 和慢性肝炎人群食用 枸杞 枸杞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常用中药 具有补益肝肾 养血明目 防老抗衰等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 枸杞还有护肝 及防治脂肪肝的作用 药理实验表明 枸杞中的甜 茶 碱 有抑制脂肪在肝细胞内沉积 促进肝细胞细胞再生的作用 此外 枸杞液中所含的液绿素 也有助于促进肝脏的排毒功能 因此 慢性肝病患者 尤其是脂肪肝患者 可经常食用枸杞 欢迎去收看活力加油站 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有关这个脂肪肝 那么在饮食习惯上 我们一定要特别地注意 那刚刚我们的GD老师也说提到 我们摄取这个蛋白质 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今天GD老师 也是会教会我们一道料理 这个料理就是可以增加 我们的蛋白质摄取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一个呢 是蛮丰富蛋白质的一道菜 就是叫做腰果炒鸡丁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食材 是 首先呢 就是要有我们的主角 就是这个鸡胸肉 鸡胸肉 对 我们先会把它切成丁 然后呢 我会有放一汤匙的酱油 还有就是一点点的麻油 还有就是一点胡椒粉 再加上一点生粉 去把它就是腌制 大概十五分钟 就可以了 这个鸡胸肉 那我是用一百克的 一百克 对 一百克的 老师比较建议用鸡胸肉这个部分 对 对 因为其实鸡胸肉 它的油脂含量会比较低 所以不管是要控制体重的人群 或者是有脂肪肝的人群都很适合 明白 那么腰豆呢 对 这个是腰豆 这里我有放二十颗的腰豆 因为腰豆来说它是属于好的脂肪酸 然后呢 再加上它的这个 这个维他命B群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能量代谢 是 再来呢 它的这个蛋白质的含量是非常高 也非常高 对 可是这个腰豆是要先烘的 这个我是已经烘过了的 就是我们放烘炉大概一百八十度 把烘三到五分钟 了解 然后青椒 青椒纤维了 对 青椒主要是维他命C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这个抗氧化 是 还有我们就是有洋葱 对 这个洋葱也是非常好 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降低身体的发炎 是 然后我们油 那么油 老师这里选的油是什么油呢 我们是用橄榄油今天 橄榄油 其实橄榄油也是比较健康 是的 会比较好 那么首先我们现在应该是要 爆香一些材料是吧 是的 我们先倒入一汤匙的 这个橄榄油 不需要太多的 不需要太多 因为这个它 是 好了 然后我们会先把它热锅 然后再把这个腌好了的 这个鸡胸肉 然后稍微给它一煎 好 把它煎成煎熟 然后煎成金黄色这样子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就不要快快 就是煎 慢慢地煎给它金黄色 对 我们会用低温去煎 这样子就不会破坏它里面的 这个油的那一个结构了 对 如果是我们用高温去煮的话呢 其实会让到这个油变质 反而就会吃了你的身体的那个发炎会提高 再来也是会让到我们的胆固醇提升 所以一般上我们都会用低温去煎 所以就好像煎炸的就比较少吃一点 是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比较慢一点点 比较慢一点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习惯是用高温炸 煮的就好像我这样没有耐心 但是低温是比较好一点的 我们每次说 那我们在准备一些菜肴的时候 要有耐心嘛 对不对 是 要付出你爱心跟耐心 这样子就很好吃了 那么大概这样的话 我们就是要下我们的洋葱 对 我们有味道跑出来了非常地香 然后我们就洋葱 洋葱 洋葱一般上都是带甜的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也是属于非常简单的料理 因为它的所需要的材料也非常地简单 调味也是很简单 对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当成是你热肠 就是在你的早餐 你的午餐 晚餐都可以吃的 对 因为负担不会太重 我觉得蛮适合给一些就是可能要减重的人 是的 也是很适合的 对 这个也是我平时在家会煮来吃 怪不得老师 你看多么地健康 气色多么地好 你也很好 好 那么最后我们就下我们的洋葱了 来把洋葱翻炒 翻炒 好 那翻炒的当儿你可以看得到吗 你可以看到当中不会放很多油 是的 那就是给它自己翻炒而已 其实我觉得那个口感特别的好 因为有腰脏脆脆的 对不对 又有蔬菜 又有鸡肉 是的 那看起来非常容易 那我们立刻也来复习一下 有关的食材以及它的制作方式 非常容易吃过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以看得到吗 炒了出来的我们的这个腰豆炒鸡丁 非常的美味 看起来清淡到来 但是里边的这个味道还是很充足的 是的 那我们现在这里也是在炒着 我很喜欢老师 因为它真的不会太油 对 你可以看到 又不会 它水分又有的 因为青椒 它还是会出一些水分 还有洋葱 洋葱也会出一些水分出来的 好 那我们可以盛盘了 然后就可以上盘 其实真的是非常简单 比如说你的这个午餐或者晚餐 你就是可以吃这个 固单又不会太重 对 老师 类似这样这个卡路里有多高 其实这一个不到300 不到300 这个非常的好 那可能可以配一些 一份的米饭 对 你就是配半碗到一碗的米饭 或者是你要就是做wrap也是可以 真的是非常好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的Gigi老师来到现场 教会了我们这个非常健康 然后有关的这个蛋白质 也非常高的 好的 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火力教战 那仙村 也许对我们年轻一代的 马来西亚人来说 可能是非常地陌生 或者是认为纯粹只是一个 华人的定居点 但是对我们的上一代 甚至是上上一代 也许他们对这个仙村的回忆 还有印象特别地深刻 但其实仙村 它不只是华人的定居点 它其实也是我们马来西亚 独有的历史产物 它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事迹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 双溪威新村的历史文物馆 对 来到现场 我们就是有我们的 王友泰八打零的这个市议员 还有就是我们的 陈淑琼文物的这个管理员 两位好 两位好 你好 那么今天我们针对呢 就是想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双溪威这个新村 是 那么其实一般上我们 我想到新村呢 我就觉得就是美食 会隐藏很多华人的食物 但是呢 其实你真正去了解呢 有关的历史背景 才是最精彩的 是 那首先来聊聊一下 这个新村到底是什么呢 是 OK 据我所说的新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马来西亚 因为英国进入马来西亚之后 他就要把那华人寄集在一起 因为在共产党的时候呢 他不希望我们的村民呢 尤其是华人 把那些东西寄给共产党用 所以这个就是紧记法令之下 形成的一个村 把周围的人口 寄集在这一个地方 这个是新村的警政 就是另类的一种隔离 对 就像我们现在隔离在家 隔离在一个村 那么到了七点之后 你就不可以出去 你要出去有一个监政才可以出去 那想问一下这个双溪威里边 有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的话 我们应该去看这什么东西呢 现在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去的 就是我们新村有一个文物馆 这个文物馆很特别 就是我们把五十年代的新村 带到二零二零年的新村 所以就是历史文物馆这样 所以很多东西呢 都是有五十年代的东西 四十年代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有 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东西呢 都会在文物馆发现到 这么老一辈的人 可能觉得是很有感情 对新一辈的人就觉得很心急 就好像电话 现在用的和以前用的 真的很特别 是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优点在这里 我们现场也来了 我们文物馆的这个管理人 可能要问一下 因为看起来 因为一般上如果我们看文物馆的话 它就是可能比较庄严严肃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造型 但是我看刚看的这图片呢 都是五颜六色的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 它就是真的是当年七十年前的 那个新村的面貌吗 其实这个第一点呢 我们之前就是 因为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 就是双区卫的七十周年庆 七十周年庆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委员春委会 就是那个新村的那个村委会那些 他们就是大家就会想到说 要把什么 要怎么样把这个新村的那些历史 或者是文物把它传承下去 给我们下一代 而且当时就是想说 我们双区卫 因为都靠近在那个我们的工业区 我们的周围都是那个工厂 然后而且就是想到说 都会给外面的人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就是那个时候工厂 就是我们双区卫 很多的租家都租出去了 给工厂当宿舍 而且都有很多的外劳 外劳都进来了双区卫 然后双区卫的本村人呢 就会把就是搬出去了嘛 把自己的家租出去给工厂 然后价钱就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他们都搬迁出去了新村 而且新村慢慢的又变得老化 所以我们就是想到说 也要活化这个新村 然后可不可以保留一下 我们新村的历史 新村的文物传承下去 所以有了那个念头之后呢 刚好我们学走市议会 也是有一个 就是叫做PJC的一个计划 也是会说鼓励我们的村 就是人民 公众 然后社团的去申请这个计划 就是也是说 它就是华语可以讲说是 永续发展计划基金这样子 那我觉得呢 在你们的就是在促进就是很多 希望很多人来就是你们的这个新村 去了解 那么你们也做了不少的功夫 比如说呢 就是有做了很多的一些壁画啦 等等的 可能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对 壁画的话也是 也是来源于七十周年啦 那个时候就是村长他们就是会想说说 外面人家都有壁画 要不然我们的新村也来一些壁画 就是看会不会吸引我们的油脂 或者是外来的来就是带动一下 我们双气味可以不可以活化 或者是带动一下双气味的经济 是... 因为都会给人家一些不好的印象嘛 就是这个是英里村 这个垃圾村 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 我们也是一起的做这个计划 这样子一个壁画的计划 然后文物馆的计划 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也做了一个我们清洁大使 其实我们双气味也是一个 清洁大使团队来搞这个壁画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文物馆里面的 为什么人家一般上的文物馆 会古色古香的那种味道 到最后我们走到2000年的时候 我们文物馆就是绕着圈走的 走到2000年的时候 我就会用一个做环保的那个壁画 那个就是我们的环保区 那我就是原本就是想说 地点那个不是说很宽 也不是说很大 只是一个停车场 所以我就会考虑到说 我们的文物刚开始宣布说 我们要做一个文物馆 然后村民都响应得蛮热烈 就陆续的把文物带过来 就捐赠给我们 然后文物真的是很多的时候 就是没有了那个 之前的计划说 我们要有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这样子白石 是 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是有跟大家商量说 我们以一个家 就是刚开始我们就会先放了 那个像塑胶 因为在双气味塑胶 矽矿 那个时候一九就是四十多年 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那个时候双气味也是满身贸的 塑胶跟那个矽矿 然后因为我们是在 双气味也是在一个城市里面的 一个新增 所以我们也跟着那个步伐 慢慢地很快地就发展成一个 一个就是很快地发展成 跟那个八打零开闭之后 就是跟着时代这样子 可能是比其他新增更快地发展 那你怎么看这个双气味 其实在八打零这样的一个地区里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工厂业的一个地区 可是他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就是漂亮 然后好像可以去拔卡的一个地方 其实八打零只有两个新村 和一个重组村 宋爱卫是一间最大的新村 在八打零县 八打零市镇厅里面的管辖之下 那么之前就太工业化了 所以我觉得太工业化 就影响了整个发展的机势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新村的优点打出来 新村的优点就是古色古香 那么古色古香以四气那种本治疗 我们就把东西移下来 移到一个地点 古色属香的地点 就是文物馆 那么最少我们还保存着 老祖宗留下来一些古色属香的东西 另一个优点就是 我们鼓励村民把东西放在那边 那么他的子子孙孙将来 可以来到这里看那个保护馆之后 觉得这是我公公爷爷 留下来的东西 所以对于一个 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个感情 那些文物也包括了一些什么护照之类的 对 符润机 以前我们常看的摄影机等等的 对的 每一样东西 我们会把他先先写的名字写在那边 是的 是的 那么他就会把他的子孙 这是公公爷爷先写的 所以会永远保存在那里 非常感谢两位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就是出力 然后又出钱 就是把有关的这些文物保留下来的 也非常感谢你们两位上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谢谢 那么其实八度空间 全新人文美食纪录片 新春之后即将开播了 配合节目的推出 主持人阿哲将会在四月十六号 早上十一点 出席在雪州双西威 也是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新春里边的 历史文物馆举办的 新春之后发布会 以及这个照片展的 当天阿哲将会亮相现场 分享拍摄的感受 也会和您一起观赏节目的首映 这个周末约定 一起就来细品人生的百味 发现新春之美 没错了 说到这个新春之后 那八度空间本地最霸 将从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三号起 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播出 由人文美食纪录片 新春之后 那主持人陈泽耀 就会踏上这趟新春之旅 由南马至北马 戏长传统的时光 慢品人生百味 也在缓慢的生活中 重新找回人与人相连的 质朴情感 发现新春之美 此外节目也会透过镜头 介绍各新春的历史变迁 还有它的现况 然后以人物访问的形式 去采集更多的在地的故事 来深入地让我们了解 新春的最新发展 然后再以新春的美食 像Desmond刚才说的 作为一个桥梁 利用茶一饭后的这个时光 将一道料理和一代人的故事 娓娓到来 是的 看起来真的是很好看 要记得守住我们的八度空间 那么除了守住这个节目之外 也要守住我们明天的 活力加油站 是的 因为明天我们要探讨的 这个主题跟头发有关的 对 就是鬼剃头 听起来有点惊悚 但是它据说就是一种医学上 跟自身免疫力不足有关的 所以明天就要和专家 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感谢收看这一集的 活力加油站 我们明天再会 好 谢谢 我们明天再会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